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了不起中国新闻热点资讯 我是本期节目主播大军 每天带来最热新闻解读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谢谢 航母作为一个国家的衡量标准 特别是对于一个拥有全球贸易需要保护的国家而言 装备的航母不仅要足够先进 而且数量还要更多才行 毕竟更大 更为广阔的海洋 需要更多更先进的航母战斗群来保护 现阶段 我国现役的航母有两艘 一艘是基于瓦格良号航母改装而来的辽宁舰 而另一艘则是整体上参考了辽宁舰舰体结构设计后 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但是对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拥有超过300万海洋面积需要保护的中国海军而言 现有的两艘航母根本满足不了我们国家的发展需求 所以装备更多作战能力更强的新航母 也是国家发展所需的重要一环 关于新一代航母的消息一直在网络上从未间断的传播着 而且伴随更多石派的照片出现 也让新大船的存在更多了实现佐证 虽然现阶段正在建造的大船还没有正式下水 而且官方也没有正式其存在 但是对于关注国防发展的军迷和网友却已经坐不住了 除了在网络上不断关注新大船的每一次新消息外 更是在不断猜测新大船是否会采用弹弓 有几条弹弓采用了什么动力等等 随着新的大船建造进度越来越快 整体轮廓越来越明显后 对于新的大船什么时候下水采用什么动力的讨论 也在网上愈演愈烈 除了网络上不断对新大船一直保持较高呼声外 整个讨论似乎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国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这不就在近期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媒体记者向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笑提问称 我们目前看到许多网友和军迷队003是什么动力很感兴趣 能回答一下到底是什么动力吗 参考以往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对003的回应来说 这件事应该不会被具体解答 结果这位记者的提问 吴谦大笑却给出了非常幽默 且能让人听到就不厚道笑了的回答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笑回答该记者提问说 关于上海某造船厂那艘海警船是什么动力 那它能是什么动力呢 我建议你学习一下船舶方面的知识下一个问题 这个回答一出来后 网络上诸多网友纷纷表示 看到这个回答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原来国防部发言人就喜欢一本正经说瞎话 居然说003是海警船 有这么大的海警船吗 这是要吓坏阿茂阿狗吗 其实这个记者的提问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003到底是什么 并没有一个官方明确的表示 也就是说 003实际还处于不存在的状态 那么003可以是一艘海警船的编号 甚至可以说是一艘渔船的编号 所以针对还处于不存在的问题 进行提问本身就有问题 那么对于国防部发言人而言 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每一个问题 都是代表整个国家 整个军队发展的 对于还处于不存在状态的问题 你既然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那么我将错就错回答 也是合情合理的 最近003型航母的消息 照片越来越多 通过对该航母正在建造的舰体 舰岛的分析 这艘全球最强常规动力航母 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就目前能够得出的结论来看 003型航母尺寸和小英级接近 吨位也应该差不多 都是七到八轮级 它在左前没有升降机 在右前有两座升降机 它的舰手方向 有两条电磁弹射器轨道 在斜角甲板外侧 有一条电磁弹射器轨道 一共有三条电磁弹射器 它的舰岛上将装备类似于 05大型驱逐舰的综合射频系统 总体来看 它的战斗力将会力压美国 曾经的小英级航母 夺取有史以来最强常规航母的荣誉 003型航母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三条电磁弹射器 接着目前 全球能够确定使用电磁弹射器的航母 只有美国的福特级和我国的003型 是其中 美国福特级的电磁弹射器 因为存在加速不均匀的问题 迄今为时 还没有完成全部测试 投入正常使用 换言之 福特级目前还没有形成战斗力 可以说 003型就是世界上第一批 拥有电磁弹射器的航母之一 美国海军的小英级航母 曾经是全球最先进的常规航母 它的排水量超过了8万吨 拥有4条蒸汽弹射器 属于典型的美式超级航母 根据测试 它最多日出动 修理可达100架次战斗机 其中可以在30分钟内 连续起飞20架战斗机作战 日出动力有限制的原因 并非弹射器不行 而是飞行员无法承受 每天超过两次的出击作战 就弹射器自身而言 在连续弹射5架飞机后 就需要重新补充蒸汽能量 如果不进行补充 那么就无法实现战斗机的满载弹射 这是蒸汽弹射器的固有缺陷 电磁弹射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可以根据战斗机起飞挂载 灵火 智能的调整弹射功率的大小 然后在发电机和飞轮储能设备的帮助下 实现连续不断的弹射 不存在要补充能量的问题 换言之 在同样的时间内 003型航母可以弹射更多架次的战斗机 虽然它是三条电磁弹射器 小鹰是四条蒸汽弹射器 但是003的这三条电磁弹射器 效率要高得多 再者 蒸汽弹射器的机架结构非常复杂 不但占取航母的空间更大 而且占用的吨位也更多 据统计 小鹰级航母的一条蒸汽弹射器 算上储能装置 机械装置 管路系统全重超过1000吨 四条蒸汽弹射器就有4000吨重 就像是航母背着一艘护卫舰在跑 而电磁弹射器的全系统重量就小多了 作为电能装置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基本只有轨道 储能器两部分构成 三条弹射器的权重不会超过1000吨 要更加节省吨位空间 也更加安全可靠 毕竟结构越简单就越可靠 最后 电磁弹射器的潜力挖掘空间也更大 蒸汽弹射器出现很早 上世纪40年代就在英国航母上出现 迄今为止 也有大半个世纪 其发展已经到了瓶颈 遇到了技术上的边际效应 如今 为了提升一吨的弹射重量 蒸汽弹射器就需要增重近1000吨 这是技术上无法承受的 相比而言 电磁弹射器需要提高弹射重量 只需要扩大电机的功率即可 应该说 蒸汽弹射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 要说起雷达 这就是003型航母的强项了 要知道 目前世界上的航母 很少有装备四面有源相控制雷达的 比如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 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级 法国海军的戴高乐级 意大利海军的加富尔级 都没有像宙斯顿舰那样 在剑桥的四周配备 有源相控制雷达系统 但是003型不同 它不但在剑桥四周配备了 有源相控制雷达 而且还配备的是 多波段的综合射频系统 就像05大型驱逐舰上的 综合轨感那样 003型航母舰桥上 主要的雷达是四面S波段的 有源相控制雷达 用来对应远程搜索 也可以用来远程的空情管制 可以对乙方的战斗机 进行引导和定位 但与此同时 003型航母还配备了 四面X波段有源相控制雷达 可以对低空掠海目标 中距离空中目标 进行精确搜索和定位 引导防空导弹进行攻击 可以说 它自己就是一艘盾舰 再者 它还配备了大量的其他的雷达 甚至还有对海搜索 火控的Z波段 有源相控制雷达 整体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 其实和美国海军的 小鹰级航母比起来 003型在 舰载机部队的质量上 也更高 003可以搭载 歼15改进行战斗机 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直18节预警直升机 直20反潜机 搜救型 运输型直升机等 载机量上 003型搭载7080架飞机 和小鹰级基本持平 质量上 看003型航母的舰载技术 更占优势 歼15改进行战斗机 配备有源相控制雷达 新的WS10B发动机 发动机总推力达到了28吨 雷达探测能力大为提升 基本达到了4代半战斗机的水平 这一点和美国海军的大黄蜂 超级大黄蜂是差不多的 同时 歼15战斗机还可以使用 射程超过200公里的PIO-15 远程主动制导空空导弹 从弹药上 则要比大黄蜂要强一些 加之苏货引侧尾系统 战斗机优秀的气动能力 歼15改进行 完全能够战胜大黄蜂 空警600预警机 则搭配了有源相控制雷达 这是因为 我国所有预警机 都是有源相控制雷达 这无一例外 也没有开发其他体制的预警雷达 因此 空警600本身在雷达技术上 要比美国的 E2C鹰眼预警机较先进 E2C依然使用 巴木天线的密波雷达 因此搜索能力不如空警600 当然 最新的E2D 也使用了有源相控制雷达 但是目前产量还很小 莫说是当年的小鹰级 就连现在的尼米斯级 都不一定能用上 总而言之 就目前003型航母 能看到的技术特点来说 它已经堪称是 最强的常规动力航母了 取代小鹰级的宝座 是指日可待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